大家好,欢迎回到新一集视频情报室,我是你的主持人艾伦 如果你还没订阅视频情报室,麻烦大家帮帮忙帮我订阅视频情报室 你变了有很多新的更新都可以即时知道 那今集就想讲一下Eling Kong,即是一个外国的闪光灯品牌 就终于推出了自己一支来自电的,就是新的Eling Kong One Eling Kong One即是第一这样的意思 可能就表示它是第一支来自电,即是它们自己品牌的 而且也挺手机的,整支灯拿出来,就好像G728 2.8的镜头 这支灯今次充一次电充满了,就可以有725V的小光灯 重量大概是1.5KG 整支灯会用USB-C充电,当然Eling Kong也会有独立的充电 感觉上整支灯比较神流的AD200和AD300差不多大小,但就稍微长了一点 另外也跟其他Eling Kong的品牌的小品一样,它本身都有很多不同的配件可以配 党版,Softbox,都可以任君选择 另外就是整支灯本身,即后面我自己觉得比较好的 就是那个操控和显示,即是触控式设计的 变成了直接一点,而且不用那么多按钮 另外灯前面除了闪管之外,也有LED模特性的灯 可以Promise有3000个流明,也挺OK的 还有Write Balance的输出在LED的部分去到2700K至6500K CRY去到95,都中规中矩了 整支灯也都支援高速升,可以去到8000分1秒 方便你在户外去做一些运动的摄影 以及可以配合很多不同的配件去做很多不同的控制 大概就是这样,我自己个人觉得 其实这支灯的出现,都是一些传统的闪管灯厂家 去因应神流的那些攻势 就是看神流的新的AD100,AD200,AD300都好像挺好的 都发觉看这方面有没有市场 它就会做得比神流会细致一点 还有成本相对来说比较轻一点 那我说一下价钱,它就大概是现在949美金 即大概是7000头 那以Elink Home来说,其实就不算很贵的 我个人觉得,就因为它本身会给你一些套装 例如是一个很漂亮的袋子 不同的转弯和叉咀,会包齐全的 而且也有一些油干爪,还有那个Fresh Moderator 即那些保护的散光片 那就是说刚才那样东西 就是因为可能受到神流的提依法或者影响 令到反而传统的小光灯大厂 都发觉要推出这类型的小光灯 其实Po Photo之前都有的 那Po Photo之后到它啦 那也可能在你的电视设计比较成熟些 那还有真的那个产品的需求是比较需要些 因为其实老实说,你在户外的地方拖电 是比较麻烦的 那用无线的电,内置电 那真的会比较方便些 那如果有兴趣用回 就是要支持可以拿空品牌的朋友 就可以考虑一下啦 那就应该都即是 即时都可以 即是有货可以OK Ready到买到的啦 好,那今集节目时间就这么多啦 下集再见,拜拜!